腾讯体育11月7月选呼人总经理佩林卡宣布,球队已经正式签约泰森前德勒,本赛季是签德勒与泰洋四年合同的最后一年。 他本赛季的薪水是1350万美元,根据ESPN工资贸专家鲍迪马克思透露,钱德勒和胡人签订的是一份210万美元的老将底薪,因此太阳哨花了210万美元的买断费,最终双方以1140万美元达成买断。 按照规定,钱德勒在美国当地时间2月7日可以允许被交易,这恰逢交易截止日前一天。 先年36岁的钱德勒是洛杉矶本地人,他在2001年选秀大会,以防衍身份被快船选中,随即被交易吃公牛。 此前,派资钱德勒曾先后效力于公牛、黄蜂、线维蹄库、山猫线维黄蜂、独亭家、尼克斯以及太阳。 他生涯一共打了1086场比赛,其中875场首发,长逊拿到8.6分9.3个篮板,1.2次封盖,投篮命中率为59.6%, 在过去13个赛季里,钱德勒每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都超过了55%,他的职业生涯命中率在至少命中2009的球员里排名第三。 在2016年1月22日对着马斯一战,钱德勒单场抢下20个篮板,随后对着老鹰,他又拿到了生涯最高的27个篮板,不仅仅追平了保罗在拉斯, 保持45年之久的队史篮板记录。 同时,钱德勒也成为太阳队史首位,连续两场比赛拿到至少20。 各篮板的球员,本赛季,钱德勒在太阳效率了7场比赛,场均登场12.7分钟拿到3.7分5.6个篮板,投篮命中率为66.7%, 由于太阳正值重建,球队重点培养壮秀爱顿,钱德勒无法得到太多上场时间,他本人也希望前往一支具备竞争力的球队,重回家乡球队效力也让钱德勒感到非常开心。 在签下钱德勒后,胡仁总经理佩林亚也在声明中表示, 在观察着这年轻球队赛季开局时长比赛的表现后,我和卢克沃顿讨论了这一问题,我们希望去升级球队的内线防守和篮板能力,钱德勒能满足我们的需求,他还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。 对于钱德勒能为我们带来总冠军水平的经验,我们感到非常兴奋,只将进一步强化球队的老将领导能力,并帮助我们的年轻和新阵容进一步提升。 我们很开心钱德勒能够加盟,因为,我们的队伍正在朝着终极的目标前进,钱德勒在2011-12赛季被评为年度最佳防守球员,在2001-13年间, 他连续入选了这家阵容三队,并在2013年当选拳明星,在2011年,钱德勒作为独行侠的内线大闸,帮助球队夺取了NBA总冠军,他还在2012年作为美国男篮的一员,帮助球队夺取文章运汇金牌。